我們繼續CUT 我們現在這裡 我們說導師是在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說假設佛法是以解脫道為主的 那麼初級大聖很明顯就不是佛法 其實不是 初級大聖其實就是要回歸佛頭的本懷 那麼不能從結集的經典來 因為結集的經典怎麼說都是大家設結集的 而且都是佛派 現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佛派的 那我們說大聖佛法自己有所謂的 說大聖佛法其實也有結集 當然這個應該不是事實 但是就是他這樣說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文殊菩薩跟弥勒菩薩還有阿難 那麼結集出大聖經典 那這個其實是從佛陀在說法的那個當時 其實他本 第一個是佛陀本身是行菩薩道的 佛陀本身是行菩薩道的 從他得涅槃 得解脫開始 那麼為吳比丘說法 一直到為虛拔陀 這中間沒有停過的一直在立他 那麼這個跟其他的這一些阿羅漢 多數的阿羅漢是不一樣的 那麼很多阿羅漢得解脫之後到天上到很多地方 那麼就是因為有些就先露滅了 有些是因為佛陀還沒露滅 所以他沒有露滅 那麼有一些比較跟 就是跟佛陀比較相應的 也一樣行菩薩道的 比如說舍利佛穆劍領 也一直跟隨在佛陀旁邊 一直住此佛法 而且利益眾生 到處去利益眾生 那麼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大家的時候就比較過 大家的時候其實是 從解脫之後 因為他親近佛陀沒有多久 很像十五天的樣子 就得解脫了 那麼解脫之後 基本上他都是掃事掃業 他並沒有說到處去利益眾生 甚至佛陀請他為比丘 親近的沙明比丘所法他都不願意 然後佛陀叫他年紀大回來生團 祝大家好照顧他 他也可以知道生團 他也不願意 所以他性格明顯是比較屬於聘之佛性格 少是少業的 那這跟菩薩 就是以利他為主的 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因為我們說 只是因為應當時的雞 那多數人 多數人當時的沙門 佛教也是沙門團的其中一個 就是六四外道在這項佛教有七大沙門團 其他還有小的 但是就是這七大沙門團 那這七大沙門團 除了一個唯物論的 那麼其實是認為沒解脫之外 基本上都是還是認為有解脫的 那怎麼樣修得解脫 基本上有兩大方法 一個就是苦行 那麼一個就是禪定 但是這兩個佛陀都修過 基本上單單靠這兩個不能得解脫 那麼禪定修到非常非常心不動 他就認為是涅槃 其實不是 那麼慈戒不斷的受苦 不斷的受苦 他就認為把業消除了 因為業才讓我們受苦 那你現在先受苦 受到因苦而止 你業不就消了 不是 那這兩種都沒有辦法真正解脫 那還必須什麼 還必須智慧 要知道緣起 知道無我 那麼所以佛陀依這個沙門集團的這個戒 就是苦行 攝取有意義的苦行叫做戒 沒有意義的就不要了 攝取當時沙門集團裡面有意義的苦行為戒 然後沙門集團裡面有些修定 攝取這些定 那在這上會就變成戒定位 得解脫 其實是這樣 那這個是佛陀當時所謂應激社教 好 那我們在我們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古代的印度 雀乎是大方便 因為應激社教嘛 菩薩法適應於樂行四神的婆羅門更新 那所以 為什麼說菩薩法適應於四神的婆羅門更新呢 因為菩薩法後來比如說法八經 那麼在聖文法解脫道裡面 他是不能歌舞唱技的 他是沒有的 他就是少事少夜 而且就是禮舞藝 但是婆羅門基本上是著重舞藝的 而且就是那種 婆羅門在舉行法會跟發門的不太一樣 那婆羅門就是唱歌跳舞祭神這種的 就非常多香啊 稍微很多香 這個是祭神的 那發門不是 發門是修苦行的 禮舞藝 穿得很破 住得很不好 吃得很不好 然後鍛鍊訓練自己的身心 是這種的 是遠離舞藝的 那婆羅門是著重舞藝的 然後藉由四神這樣 所以 你要看菩薩道裡面 如果解脫道裡面 就算在家去是八觀齋界都要遠離歌舞唱技 遠離歌舞唱技 但菩薩道就不是啦 用唱歌跳舞來供養佛頭 就又不一樣了 那所以這個是適應 你看法拔經裡面 就是唱歌跳舞 然後點香啊什麼這些 用這個舞藝來供養佛 但是如果 如果從解脫道來講 你這個唱歌跳舞基本上 是違反解脫的 就是不太能夠解脫的 不清淨的 內心轉著為舞藝嘛 所以 這些有一些菩薩道很明顯 適應於這個婆羅門根性的 那 這個 解脫道適應於 苦行沙門根性的 很明顯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好 但是說 這個在古代的印度 確乎是大方便 因為古代有這些東西嘛 那包括我們說 大聖後來講到後期 後期大聖 後期大聖 那有很多英明啊 邏輯啊 量論啊 那麼這些其實是 色受那個六派哲學的 這個是其實是色受當始的六派哲學 那六派哲學講這個嘛 你講哲學我不是講的比你好 你修苦行我也修的比你好 你修禪定我也修的比你好 我告訴你這個不究竟 那一樣啊 你懂的我都懂 所以我知道你的 你的是不對的 那如果你不懂他懂的 你都不懂的 你都不懂我說的 你來跟我說什麼 就沒有 所以 基本上 我們說像 後期中觀裡面 人都講邏輯 那 講英明這部分的 那 那麼這個其實是跟後期的六派哲學有關係 那 前面的佛陀說的這個 其實跟六四外道 或婆羅門有關係啊 好 所以說 到當時的印度是大方便 因為你要説說的就是這些人嘛 但在十 億 境界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那麼 這個 這個境界也都改變了 就好像我們舉個例子啦 你看那個水路瓦會都要用那個馬 那個子馬子人 把功德送到那個天上去 那當然這個是 功德文書 有一個文書 某某人 哪一些人 帶領哪誰 在送多少金 這個其實有很多錯誤喔 水路瓦會那個文書啊 送功德那個其實很多錯誤 但是我們先不講這個 我們就說 這個 當時 用馬 然後把這個 因為以前的文書都是用馬送的嘛 快馬加編嘛 現在 現在那個郵局很多都是用高鐵啦 那個郵件都 放上去 然後那邊的人來收 就用高鐵載了 真的 那有一些是他自己開車 但是很多 比較遠的都用高鐵載了 那麼 但是我們都還在停留那個 那個那個時代 以前要寫信 現在誰還寫信啊 都用簡訊 都用LINE 現在誰還寫信啊 沒有 問他問他都用LINE 就馬上去就馬上收到 寫信還不一定收得到 還好幾天 現在沒有人在寫信啊 當然也有啊 但比較少 那個就是所謂的 時過進圈 就是已經改變了 現在沒有人在用這個 以前都是馬車牛車 現在沒有 就說汽車了 現在誰還 駕牛車駕馬車啊 沒有啦 所以 已經是改變 但是我們的儀式 就停留在那個時候 就是還要燒個職馬代表 然後送公德 燒文書 然後把這些 那個戲是到家的 跟以前的 就是要把這些燒到天上 然後讓天人知道 好像送召神一樣嘛 然後寫文書嘛 然後就燒 然後要請這些人 快馬駕鞭 把他送到所那裡去 這很多錯誤 第一個 功德不能這樣送 功德不是這樣送 那也不是請那些人 你看那個哲禄瓦位前面 那些芷馬指人 那個芷馬前面還有草呢 還有割草給他吃呢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大的錯誤 但是這個就是什麼 以前是這樣的沒有錯 以前要用馬送 現在沒有用馬送的啦 現在就乾脆說 用一個手機就好啦 你做一個紙頭手機大一點的 然後上面有簡訊 簡訊號碼 然後互相加LINE就好啦 跟佛陀加LINE就好啦 當然這個是開玩笑 其實也不用嘛 你有沒有功德 其實不用送 你當下有做就有 沒做就沒有 你不用送 自然有自然沒有 如是陰如是狗 你不用說要給佛知道才有 佛不知道你就沒有 你今天吃了一根香蕉進去 佛不知道你要跟他講 不然香蕉吃進去 就沒有那個香蕉的營養 不可能嘛 不管爸爸媽媽吃不知道 佛知不知道 你吃進去就有 你沒吃就沒有 這很簡單的嘛 那你媽媽知道你有吃香蕉 他營養也不會增加三倍 你媽媽不知道你沒有吃香蕉 他也不會就沒營養 佛知道了營養 你的功德不會增加 佛不知道你的功德也不會減少 你不需要做什麼功德 要派人送信給佛知道 不需要嘛 這根本就不是這樣的道理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迷思啊 但是基本上我們就說 好那你這換時代了嗎 現在 現在跟以前都不是這樣了 那你還照以前這樣做 那個就變成什麼 就是很明顯 那以前認為要這樣啊 那這裡也是一樣 在時遇進尖的今日 今日的中國 多少無善妙方便 已經失缺方便大用 反而變為佛法的障礙物 就是說它反而障礙你了 那麼這個醫生老師有講 中國的方便有三大方便 中國的方便 方便法 其實它是要引導你的 就是大眾佛法裡面 在中國有三大方便 方便法 宋經 念佛 吃素 這個三大方便 宋經是長養智慧 宋經是長養智慧 智慧一定是文思修正 宋經是文而已 宋經是文而已 文思修正 那麼真正的智慧 所謂無肉慧 它一定是無常無我 知無常無我 知緣起 見緣起知無我 見緣起知無我 或是宋道 或是宋敵 它不離開這個了 見緣起知無我 那麼或是宋敵 正宋敵 或是見宋敵 苦極虐道 或是正宋道 或是講宋道 它基本上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中道至低元起無我 那麼由至低 正無我 由元起 見元起 正無我 由至低 正至低正無我 由正宋道正無我 基本上是這樣的 一定是文思修正 那有无我得解脱 那么这个是诵经最大的功用 那么我们说过一本经 不管是哪一本经 它都有三大 所以我们讲过嘛 每一本经 它都有三大部分 我们现在是把它分作所谓 续分正中分流通分三部分 但是它里面其实有三大部分 就是 就是这本经主要在说明的 修行的宗旨 这个我常常讲 修行的宗旨跟理论 修行的方法 就是你要学这个宗教 你要修行 修行的宗旨跟理论 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然后修行的殊胜跟功德 就是修行的功德 它的作用 它的殊胜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知道这个宗旨就是目标 你依照方法 依照次第 你就得到这个功德 其实是这样 那它一定有这三大部分 那么这个就是 它不离开文师修正 智慧的层次 那么因为 因为你要得这个会 文师修正 你要让这个是心 这个都是心 那么一定要有定才能引发 如有戒 才能引发什么 定 如果你戒不具足 那么定就没办法形成 那定不具足 会没办法形成 所以它变成戒定位 那么戒定位 你要持戒 要修定 要长智慧 都是有什么 有性能 你先相信 那么就这样坚持 信解行政 这个是行的部分 那么信解行政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基本上 诵经是要掌养智慧的 那么你诵经没有掌养智慧 你就 它这里讲嘛 它本来是大方便 因为你诵经之后 了解了 了解了 为什么要修解 要怎么样修行 修行到 修行到成就 是怎么样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修行 怎么样修行 那修行到究竟 修行到圆满 是怎么样 一定是这几部分嘛 那这个就是什么 道理 道路跟什么 道德 它就是这三部分 很简单 不管是解脱道 菩萨道 解脱道跟菩萨道的宗旨 不一样嘛 但不管是解脱道 菩萨道 或是人天道 五秤佛法里面 人道 天道 生文 辟知佛 佛 就不管 你是人天道 你是解脱道 跟菩萨道 这三大部分嘛 它有不同的宗旨 不同的宗旨就有不同的修行方法 如果人天道 就以五戒十三为主 如果解脱道 就以三学八圣道为主 如果是菩萨道 就以路六度四度为主 基本上就是 它一定有这一部分 那方法赤地 第一个是布施 第一个是持戒 这是菩萨道 如果是解脱道 正见 正思为 正与正愿 你看 就是讲这一些 最重要的就是 它这样修了之后 它会圆满是怎么样 如果是人天道 就生天 看你生到哪一天 有定就生到色界天 没定就生到玉界天 或是做人 怎么样 富贵 那么尊荣 那么长寿 健康 是一些不一样 它有哪些宗旨 具有哪些功德 那如果是菩萨道 初地 二地 谁样 如果是解脱道 初国 二国 三国 初国 断了哪些烦恼 具有哪些 具有哪些书胜 二国断的烦恼 哪些烦恼 有哪些书胜 就讲这个啊 所以它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道理 就是什么 这个是道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道德 道德圆满 究竟了 就是它功德 修道的功德 修道所具有的这些作用 你为什么要修行 怎么修行 修行到最后是怎样 不就讲这个吗 佛法这些 你透过诵经 那每本经的 每本经的宗旨不要 大圣经 小圣经 然后跟居士讲的 世界升天之法 跟 跟这些苦行沙门讲的 跟婆罗门讲的 还是 佛自己 这样说 然后告诉大家 要跟他一样学 要不断的利益众生的 这个不一样 那不一样方法就不一样 所以 你读经 其实就是要了解到这一些 先知道 有杀案有恶 什么是杀案 什么是恶 伤会怎么样 恶会怎么样 它怎么影响你 先了解这些 那你诵经 你不了解这一些 就变成什么 后来的诵经就变成 我诵一部经 对我说少功德 那我自己送功德比较少 我请法师送功德比较大 那请那个刚出家的功德小 我请那个出家很久的 来送功德比较大 那我请很多法师 聚在一起送功德就很大 就变成这样了 就变成什么 障碍了 你反而诵经没有智慧 变成没有长养智慧 变成增长愚痴了 因为你就认为 哇 所以你就赚很多钱 然后怎么样 然后有罪就刚好 那么请这个 请这个很多法师 来帮我诵经萧占 来帮我诵经征服 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他原来要增长智慧的 你这样讲就表示你没有智慧 你不了解道理嘛 你不了解修行的道理 那个源起如是因如是果 这道理你不知道吗 你不了解所有的修行 都是要自己去行善 你才有功德 自己去理解 自己去做的 没有别的没办法做给你 没有办法的 你说我最近很忙 医生拜托拜托 我最近很忙 没有时间吃药 你帮我吃 我给你多一点钱 你病也不会好啊 你说老师拜托拜托 我现在 我爸爸生病了 我去照顾我爸爸 我没有办法读书 拜托 我给你一千块 一天一千块 如果不够一天一万块 你帮我读 我一个月后要考试 你帮我读 老师帮你读 你会有智慧吗 没有 那你请人家帮你诵金 这不是有道理 可是这个就是什么 本来是方便让你诵金 堂长诵一天诵 早课晚课 这个让你正念正知嘛 就是让你语词 你这个佛法跟你讲的 道理道路道德 告诉你这一些 你记起来了 你好 随时可以做 现在变成不是啦 早课要诵金 晚课要诵金 那如果早上又出去 不能诵什么 我请人家来帮我诵金 不然早课没人诵金 我会怪你吗 我会怪你吗 比如说知识好 不是知识 就是五共好了 很多也这样 因为我们今天要出去 没有人五共 今天帮我五共 那你没有五共 我会饿到吗 我就没饭吃吗 不可能啊 那你五共是让你 只要吃饭 培养个恭敬心 感人心而已 你去到哪里 你在那里 五共不就好了 你干嘛说 我们家那就是 我没有五共没饭吃 哪有可能 可是现在也不是这样 现在很多是这样 就表示什么 你没有 你已经失去它原来那个意义了 它方便 它是要让你培养感恩心 恭敬心 那你去变成说 我本来每天都有五共 那我今天没有办法五共 我又出去 啊某某去世 你赶快去帮我五共 那意思是怎样 意思是你没有五共 那个佛就吃 又饿到是吗 哪有可能 你想就知道 所以它重点是要培养你的恭敬心 不是五共这件事 不是你有一饭六菜 啊一饭六菜 好像也有啊 一般是这样 或者四果啊 那这些 那么佛看了欢喜 佛才有饭吃 那你出去的佛 又不是你家养的小孩 你出去的他没有饭吃 叫在隔壁的买个便当给他吃 那这种已经失去 就是这种方便 那你培养恭敬心 因为佛法从恭敬中求嘛 佛法从感恩中 有嘛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感恩 你有感恩心 你有恭敬心 从你这一些事事想到佛 事事 好吃的要先给佛吃 吃饭前先想到佛 就好像你每 你每吃一顿饭 你就想到你的母亲 伟大怎么样 所以奴家才会讲嘛 大教终身母父母嘛 那因为我们都是小时候想到父母而已嘛 因为需要嘛 长到就想朋友啊 就很少想父母了 结了婚 就想自己的小孩 想自己的太太先生 也很想小母母啊 就很少了 那他告诉你 你真的孝顺 从小到大 不管你年纪大年纪小 你都会先想到父母 好吃的 你就想到 啊 我妈妈喜欢吃这个 那你如果结了婚了 你不是先想到妈妈 我的小孩喜欢吃这个 对不对 我的先生 我的太太喜欢吃这个 那先想到 要出去玩 没有先想到妈妈 就想到我同学 要带我去哪里 在哪里 去哪里 你都没有先跟妈妈讲 看妈妈会不会担心 所以他这个是怎么 你不管在什么时候 你都要先想到父母 培养你的孝心 那我们共佛 或是我们怎么样 这个也是这个是培养你这种对佛的感恩心嘛 恭敬心 其实从这里开始了 那你没有就变成一种仪式 好像 因为我看过很多法师都这样 很多人也这样 就是 你 你已经出去外面了 那你还是在外面吃啊 那你就就你那一份来共佛就好了 你干嘛要特别准备请个人去你这家共佛 那意思是怎么样 人家就是我没有吃饭 其实 其实那个哪有吃到 那个是那个心 不是那个像 那个仪式 不是 那一样嘛 做早晚课一样嘛 今天要出去没有做早晚课 去三天了 哎呀那不行 那那个佛堂里面没有做早晚课 是怎样 是佛陀会怪见你吗 不是 他是培养你有一个定刻 御持佛法 增长自慰 就是诵持嘛 受持你佛说的法 让你实时正念正知 意念在心 知道哦这样是对的 这样是不对的 能够分别善恶 能够诸恶莫咒 重战奉行 能够去贪真知 自尽其利 因为你有这个法 你才能够知道 哦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这样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叫做方便 那这种方便后来就变成障碍了 就变成以诵经为功德 以诵经为功德 诵经本身不就是功德 他功德 当然他有 但是真正的功德 就是你经过文师修之后 你如理 一方法一字地 那么你有几分 几分就好像你吸收几分 就有几分的营养嘛 一样的事 那么所以 诵经本身 有没有功德 他的功德就是增长智慧 你能不能增长智慧 要看你诵完经之后 你明白了些什么 那么才来讲啊 对不对 那么念佛 念佛是要策发信愿 那现在念佛也是一样啊 这个讲来就 念佛最重要的方便 以念佛为方便 要策发信愿 这个讲起来就 就又多一点 就是 佛 念佛 这个念 这个念不是口念 是心念 这个念 你看念就是当下这个心嘛 那么佛是什么 觉悟的 佛 佛本身为什么叫佛 佛之所以叫佛 来自于他两大圆满 具足 智慧跟慈悲 那么佛 所有的佛 所有的佛 佛跟阿罗汉不一样 但是佛是大阿罗汉 那么所有的佛 都是功德圆满的代表 都是功德道德圆满的代表 那 佛一定有所谓的本愿 所以你看那个释迦佛 弥勒佛 弥勒还没成佛 但是未来弥勒佛 药师佛 阿兔毕佛 阿尔甘多德佛 阿弥陀佛 他一定有所谓的本愿 那么本愿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他自己有发这个愿 那么发愿之后 一定愿愿取修 你看五量作经也是这样 药师经也是这样 你看看 一定是愿愿取修 那么修行就是这些嘛 那么修行圆满 然后成佛 一定是这样嘛 符合本愿 合乎 合乎这个本愿 愿愿取修 然后修行 圆满 然后成佛的 所以你看 无量受经这十八月 我 我未来成佛的时候 一定要成佛 如果没有怎样我不成佛 他就是修行圆满 他就是修行圆满 所以修行圆满而成佛 符合这个本愿 他一定是本愿 拿到愿愿取修 所以基本上念佛是策发训愿 第一个 第一个相信佛有这种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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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信 就是你要相信 因为我是佛弟子 你是他的弟子 所以你念佛 念佛一定是怎么样 策发信念 策发信念一定是三个阶段 念佛 然后怎么样 学佛 学佛之后怎么样 成佛 一定是这三个阶段 这个叫总俗托 一定是这三个阶段 所以他策发信念 如果你不相信佛有这种功德 那么你怎么会跟他学 你要先相信 你要先相信佛有这种实德能 他具有这种道德 他真的是这样 他确实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你应该学习的 你要相信 所以他现在你策发信念 那么引起你愿意跟佛学习 想要跟佛一样 那么佛是这样修行成佛的 那么你跟他学 你也可以医知成佛 人家这栋房子是这样盖起来的 你照他的方式这样盖 你也可以盖一种一模一样的房子 一样的啊 那你说 你说他是这么辛苦 盖这栋房子起来 要有哪些材料要怎么盖 工法怎么盖 你不用 他盖好了之后 你天天念他的名字 然后他就盖一栋给你 就变成这样啊 就变成说 这个阿弥陀佛盖了一栋一栋 哇那么庄严那么好看 里面什么公园都有 有图书馆 有咖啡厅 有餐厅 有卧室 啊什么都有 有用词 符合所有一切人 啊这么好 啊我也要像他一样盖一栋这样房子 那你不去像他一样 努力赚钱 学习技术 啊那怎么盖怎么干 你就天天念了他的名字 然后他看你念了太久了 就送一栋盖一栋给你 哪有可能 那我们就是这样啊 我们不学习佛的修行 那么就天天念佛 那么就希望念到 念到到佛那边 那么就跟佛一样 我就把工作送给你了 那我们是这样 这变成什么 障碍啊 障碍你学佛了 你知道吗 就是念佛变成障碍你学佛 但是念佛是要让你学佛 学佛是要让你成佛 那你这个不要了 你就念佛就要成佛了 不对 就变成什么 方便就变成障碍了 那这个就是 他最终最重要在策发训愿 这个最重要在掌缓智慧 策发训愿 你本来没有 那现在让 因为让你知道佛这么殊胜 你想要跟佛一样 相信佛 而且希望跟佛一样 那佛是怎么修的 你也照他这样修 策发你的训愿 结果你相信佛有这么大的功德 他一定会无私的把功德送给我 所以我不用修 我只要好好念佛 去到佛那边 我就会跟佛一样 告诉你 这个不是佛法 这个不是佛法 好 那么吃素 那吃素是怎么 为什么 要掌养慈悲的 要让你有慈悲心的 掌养你的慈悲心的 那你不是 你就变成 吃素就有功德 那么很在意 这个里面有没有婚的 那么这个回家之后 回家之后 那个锅子都要换心的 那人家有吃婚的 你就骂人家 这个杀生啊 你会短命多病啊 你伤害动物啊 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从你这个行为 看不到你的慈悲心啊 使你一直认为 你只认为你吃素有功德 你吃素是慈悲 可是为了你吃素 为了你要吃素 很多人都在受苦 那你很趁热心的指责 谁怎样谁怎样 你这个以后你不吃素 伤害动物 短命多病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以后下三二道啊 你这样讲我没有慈悲心啊 恐吓人家 用月报来恐吓人家 没有 这个根本就没有慈悲心 那你说你有掌管慈悲心吗 没有 所以就变成 你认为吃素就有功德 功德不在吃素 中德在你对生命的守护跟爱护 那么生命之所有的生命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这个三大方便 三大方便 后来有时候就变成障碍了 因为你不了解他的道理 你不真正明白 他这样做的用意 你不明白 所以就变成 我们来看 他说 反而变为佛法的障碍物了 就变成 月修 本来修行是 越修越解脱 越修越自在 越修越快乐 越修烦恼越少 后来就变成 越修烦恼越重 不修行还没这么多烦恼 一修行 以为应该要很清凉 结果很热闹 看这个也不对 不知道还不会闲 一知道就每个人都给你闲 看到每一个人都不清净 看到每一个人都不好 看到每一个人都不慈悲 就越修越不行 然后你修得 自己觉得很清净 就觉得别人都不清净 有些慈戒的就会这样 就是自己慈得很辛苦 看别人不慈戒 很看不顺眼 越看越不顺眼 就会这样 自己要不思 要很欢喜 可是看别人不不思 就很讨厌 一方面修福报 一方面起烦恼 那一样 次数就觉得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人都是战 每一个人都是夜战鬼 那这样 这样的观念其实不合乎 你要掌养智慧 掌养慈悲 要策发心愿 没有 你根本就一点智慧 一点慈悲都没有 那你也不是真的跟佛在学习 所以他这里讲 弘通佛法 不因为旧有的方便所居弊 你不要被 你不要被 弊就是障碍 居就是限制住了 你不要被这些限制住 那么限制到动弹不得 所以因此佛法从新的寺院中开展 他在解决 老师这样说是在解决 菩萨道 在当主在阿罕中里面 并没有很明显这个问题 所以这才能使佛光普照 这现代的黑暗明天 那么现在的人 因为我们 我们要 现在我们要对治的 不是当时的六师外道 不是婆罗门 现在在中国都没有这些 也没有六派哲学这些东西 你像维士 如来藏 这些基本上都是跟印度的思想有关的 那么很多这种后期大圣的很多东西 其实是跟当时的六派哲学有关 印度教有关的 那几个例来讲 比如说 印度当时有所谓的拜魔教 那么印度到现在还有 有所谓的焉共火共 那 后来的秘密大圣佛法 因为都有嘛 都普遍流行嘛 所以就告诉你 那么你除了焉共火共之外 你还要做什么 真正的焉共火共 这个是没有错 因为你不能否定他嘛 你否定他 他就否定你嘛 所以你一开始要先认定他 焉共火共是有意义的 但是 最有意义的就是 用智慧火烧烦恼心 这个才最有意义 所以你不要做半套 你要做全套 你前面这半套做完 只是入门而已 你要登堂入室 你还要用智慧火烧烦恼心 而不是用这些事实的火烧这些心 焉共火共 不是 那当个智慧对自帮的拜火外道 你才这样讲 现在都没有 现在我们都没有这种外道 你不要 你不要从焉共开始修 你直接用烦恼火 智慧火烧烦恼心开始就好了 一样的道理嘛 比如几个例来讲 几个例来讲 那么因为中国的佛教 它有道教的影响 那道教里面 它有抽签跟拔杯 一般我们的神庙都这样 那么为了适应这些道教的人 好吧 佛教 你看早期的佛教也这样 因为你没有抽签拔杯 他们没有办法问观音菩萨 他习惯有些事 没有办法解决 他就问观音菩萨 虽然你把妈祖换成观音菩萨 本来是问妈祖吗 还是问什么千岁爷吗 原算爷吗 那现在还是问上帝吗 上帝公吗 那现在你变成问观音菩萨 问释迦摩尼佛 问地上菩萨 好 那你就给他签嘛 可是这个签都写佛教的 不是写道教的 就只是这样换 那你如果考你佛教 传到西方去了 西方根本就没有抽签 拔杯这种 你还要做一个签来吗 不用嘛 因为那个是为了适应这些人 才这样做的 那么那边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个习惯 你不要先让他们养成这种习惯 然后再破除他们这种错误 不需要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 现在当时这一些 其实是会射受婆罗门跟沙门的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 你直接讲佛法的心理 其实真正的菩萨道 其实这是佛陀的本环 所以才会讲人间佛教 那么有部分的人 就叫他你要求解脱 那不能解脱的就分到哪一个国土去 让他不用再受苦 不用剁三二道 其实变成这样 所以他对你讲 那么洪通佛法 不要为旧有的方便所居必 就好像你讲英明啊 讲逻辑啊 这个是会射受当子的六派哲学里面 那么有一些专门讲这个的 所以你用逻辑来 我不是用逻辑跟你 跟你用为去告诉你 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 那现在没有用这个 你就不用特别去学那一套 不必特别学那一套 来告诉你 我直接告诉你就好了 所以因此佛法从新的四印中开展 这才能使佛光普照 这现代的黑暗人间 我从这样的立场来讲 所以导师讲这么久 就是要解释 他的阿涵不是解脱道 他的阿涵就是菩萨道 那你说阿涵在解脱道的啊 不是 所以他前面解释这么多了 不是看作小圣的 中国从 从这个佛法传进来 他就有小圣大圣一起传进来 从自如加秤 那个时候汉草 那么开始传 就有所谓小圣大圣都一起传进来 那到波罗金的那个时代 基本上就认为 波罗金是大圣 有些是小圣 那么就都学大圣 都看不起小圣 所以他不是看作小圣的 也不是看作原始的 我们说原始佛教 根本佛教 所以着重于旧有的绝法 希望能刺透两边 两边就是大圣跟小圣啊 让佛法在这人生正道中 逐渐能取得新的方便 因此应而发扬起来 你要看现在的人 现在要对应的人 要应的基 所以要弃理弃基 所以导师就讲弃理弃基 理是不能变的 所有的佛法 如果不弃理 那就是外道一样 但是不弃基的话 你理在有理 佛法不弃基 终是弦缘理 那佛法不弃理呢 等同于外道 其实就是这样 他没有 那个理是什么 理就是缘起 无我 那大圣当然是以利他 所以 导师讲 就两个 一个叫 尽心第一 利他为上 尽心第一 那怎么才是尽心 无我 无我的心才是真正的 无我的心 无私的心 无我就无私 无私就没有烦恼 没有我爱没有我见 那么利他为上 就这两个主要的理 那么你要以这个为理 然后契合现在的基 佛陀当时是契合当时的基 大圣当时 出席大圣是契合当时的基 那么现在呢 就像以前的人用走路的 后来有人用马车 用牛车 现在呢 现在用汽车 那你不能够说 那我现在还要用牛车 用马车 不是 现在人家都有汽车了 马都没地方走啦 你要马要开车 马路就被撞毁了 现在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契机 这个好像造车一样 当时的牛车马车 你造的车就要合无马跟牛在用的 你修的路就是要考虑到马跟牛在走的 那现在你在修路 你不能够再修马跟牛在走的路啦 你要修什么路 要修汽车在走的路 这个要考虑到汽车在走的 那你的红利灯啊 或是怎么样 这些都要考虑汽车用的 多久要有个加油站 那如果是马车跟牛车 不是 你多久就要有个驿站 因为我们要背那个马跟牛的 粮草的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基本上就叫做契机啊 契机 那佛法呢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要契合现在的人 所以为了避免一般 以阿含经为小圣的物件 大家会认为阿含经就是小圣 那么说佛法概论主要是以阿含为主的 那中观经论基本上就以 以这个出其大圣的为主 就不一样 那所以他就不讲 不讲阿含概论 那讲阿含概论会被人家误会是什么 解脱道 所以就讲佛法概论 他在讲说 为什么这本书要叫做佛法概论 那佛法指的是什么 佛法是理智的 德行的宗教 德行的圆满就是佛 我们说道德 那么以这个道而具有的德 德行 那这个德行向外展露出来就是德行 那么奴家就讲三达德 或是四为八德 奴家是讲这样 智能勇叫做三达德 或是八德 宗教人来金有比 那么主要是三达德 佛教 佛教主要是慈悲跟智慧 那么这个是佛 那么如果是阿罗安 阿罗安究竟解脱为主 主要是戒定会 主要是戒定会 所以以身心的笃行 笃行就是切实的遵行 那么这个跟 跟这个奴家讲的中庸里面 博学 审问 正师 明辨 笃行 他有五个次第 那么笃行就是切实的遵行 那我们说文师修正 一样 那重点在修 所以我们都说修行修行 都说修行 那么 奴家的中庸 他的 他的修行次第 基本上是博学 博学之 审问之 他是五个次第 所以叫学问学问 博学 审问 圣思 明辨 笃行 最重要要实践 然后之后 他们一开始是西圣西险 这个 这个是中庸里面写的 那这个是西圣西险 就希望成为圣险 所以读圣前书 守学何事 就是西圣西险 那我们是 如果解脱道 他是得解脱 博道就要成果 那重点在读行 读就是切实的遵行 所以念博也是这样 依照佛说的 然后努力去修行 那佛法基本上 叫做文师修正 那这个就是多文 博学就是多文 那这里就是 如理思维 思维 如理思维 专经思维 硕硕思维 基本上佛法是这样 如理思维 专经思维 硕硕思维 这个就是诗 一次一次的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修行 多文 无理晋初 然后专经修行 那么基本上 这个就是修行 这是修 文师 文师修 然后后面就什么 就正 那么就成圣 这个就是之后 成圣成险 成圣险 成为圣险 儒家的是这样 成为圣险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 西圣西险 那如果是佛教呢 就是发出离心 发菩提心 发出离心就成阿罗汉 那他这里是成圣成险 其实是一样的 成为圣险 那这个如果修行 修行后 正 正果 修行正果 那如果你发 如果你发一般三心 如果你发这个 正上真心 那么就 升天 那么如果你发这个出离心 出离心 就得解脱 那么如果你发菩提心 就成果 就不一样 这个正 那通常都是 透过 独贤 切实的尊贤 切实的 尊贤 你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那你就照着做 你就照着做 那么一样 那念佛就是 你想跟佛一样 所以你想跟佛一样 你一定要佛这样做 你要这样做 佛这样说 你要这样修 所以叫做 所以叫做 如梭修行 基本上是这样 供养是真正的法供养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以身心的笃行为主 就是遵行 就是身口意 那基本上就是身口意 三月亲近 那你身就是身口 你要怎么样 其实就是正念正知 不离开正念正知 更精进 不离开这个 那么而达到 深奥与究竟 他说 说因为这样 你努力去实践 才达到身奥与究竟的 从来都称为佛法 先说这里 而因为这样 而达到身奥与究竟 就是达到究竟 达到究竟 就是正阿罗安 或是正果 成佛 那么从来都称为佛法 近代才能称为佛学的 就对你们把佛学跟佛法分开了 那么佛学 基本上就是说 我这样说 就是为了让你 这样修 而得到究竟的 所以诵经也是这样 后来就变成专门在诵经了 甚至人死了 你帮他诵经 甚至现在一只狗 一只猫 你也一样这样帮他诵经 我看很多人 因为现在狗跟猫 也有佛事 也有佛事 那你一样跟人一样 你也诵心经 观之在菩萨 行程不懂 不懂就死 不知道那只猫 听不懂不知道 但是你也是这样诵 然后晚了也是跟他弄塔 也跟他盖网生碑 不晓得意义在哪里 更离谱的是现在日本人 连那个洋蛙蛙机器人 坏掉了 一样 一样举行这种博士 不晓得意义在哪里 但是变成后来就变成一种 遗鬼仪式 那这个其实是很离谱的 好 那么 他说 佛法 流行于人间 可能 作为有条理 有系统的说明 使他学术化 好 那么这个是 其实这个学术化 是从布派佛教开始的 所以他就研究 他研究 然后让那个 特别是 阿比达摩把这个布派佛教 学术化 那么学术化是什么呢 就是 他有很多名相 有很多名词 那么有很多解释 有很多概念 那么你一一了解 这些概念 不要讲什么 比如说 讲心就好了 那么佛法重点是 怎么让这个心清见 那么心到底有哪些烦恼 阿在布派里面讲的非常多 太多了 太复杂了 后来四千菩萨觉得太多太乱了 他把它整理在五位七十五法 有善的 有饿的 那有不定的 就分这样 那么因为太多反而让你学不了 没办法 那原来是没有那么多的 那后来就变成一个学术化 学术化 那么学术化反而是障碍 你要把这些都弄懂就要很久 就要很久 而且还不一定弄得懂 所以后来就变成有所谓佛学这个 就我们讲学派 布派 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 他本来就是有次第有方法 只是这个后来变成学术化 确实是这样 那么会让人家 反而摸不着头绪 那就好像这个唐太宗 看玄壮大师的《与且思地论》看完了之后 那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这个好像 这个看天跟看海一样 莫测高深 就是不晓得天有多高还有多深 反正就是看不懂 只知道哇很深奥 看不懂 那么这些 这些已经变成 他不是在修行用的 他就是知识 那佛法不是增加知识 佛法是要启发智慧的 智慧就是让你看了之后 听了之后 越来越明白这个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为什么会有苦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们如果看了很多论 很多佛法的书之后 我们反而更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反而更不清楚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他没有办法 让你从迷你到绝 反而你不 我看今晚还有一点清楚 看论完了我又更不清楚了 这到底是在说啥 反而更迷糊 那这个就是他已经学术化了 太多概念 太多很深奥的概念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单单要知道 这是要费很多时间 而且费了那么多时间 这个这样讲 那个这样讲 到底是怎么样 你反而更不清楚了 所以他就是变成 他就变成抽象的概念 所以他这里讲佛法的本质 绝非抽象的概念 也绝不以说明为目的 只是在解释这个名词 就阿比达摩化了 佛法绝对不是这样 他就是要让你很 说明之后让你很清楚理解的 然后可以依之修行的 那我们不是我们就被人理解而已 一本一本的论文集 那一个一个的研究 可是你自己不会修 你不知道怎么修 那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佛法变成知识化了 所以一讲到为师 讲到中观就很高级 可是对你的修行 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这个就没有意义 这个就失去哪种意义 没有办法笃行 你为师学了之后 你怎么样切实尊贤 你中观学了之后 你怎么切实 你又会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就失去它的意义 你没有办法 藉由你所懂的道理 来进化你的身心 那个就没有意义 所以你一部经读完了 你改变了什么 你从不知道什么 后来知道了什么 没有 你只是读完 完成一个功课而已 那你改变了什么 你身心进化了什么 没有 你烦恼减少了什么 你学位控制的烦恼没有 没有 你执行中你觉得 我有功德 怎么是功德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 这个就是佛法知识化 玄学化 哲学化了 然后有一些只是仪式 就变成宗教化了 就变成这样 这个不是佛法的目的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不及一切 我懂你众生 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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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